若亏有景奇教授的介绍 我才可以潜入ATF结束后的联欢会 景奇教授跟我说 这是场服装要求严格的派对 记得穿着正式服装 所以我还特地回老家换衣服 回老家 我拿出来相对应的干劲 参加这场派对 景奇教授也在一开始就介绍了 位在第一线的研究员给我 有理化学研究所 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物质构造科学研究所等等 诶 有人传讯息来 先看一下 只是他讯息的图案为什么是一个眼镜 眼镜啊 大鲁传讯息了 派对什么的也太让人羡慕了吧 你是可恶的有钱人 这里可是有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料理哦 没有聊天的对象好无聊啊 你也快帮忙我们就好了吗 对啊 大鲁 要不是他的那个专业技巧 技能实在是不能公开哦 不然他也是超强的人耶 超麻烦的 那就不要抱怨啦 可是啊 参加派对还是很让人羡慕啊 裡面应该有很多迷远妹子吧 然后 幾乎都是男人 年纪很大的研究员也不少 什么 然后他怎么会有我的贴图啊 然后你们私下会买我的贴图 呵呵 刚刚论大家好好加油啊 是不是教会太好懂了吧 搞屁哦 哪一对干话 唉 他为了毛说一支箭 跑到了某个大学教授旁边 不久 我就完全被晾在旁边了 我个人最大的目标 雷斯聂钦教授 也被知名的研究者团团包围 从他气氛看来 真的不是一介学生 就可以参与其中的 哇 仔细看一下他们吃的东西 蛮高级的嘛 可好像怎么都是水果啊 所以呢 我也就只能去 拿一些排列在墙边的料理 不停的吃 老实说 我尝不太出味道来 面带微笑 在会场内服务的男适者 见到有喝完的玻璃杯 就会立刻测一下 我只好不停的去拿新饮料 对啊 这其实是 你常常我们去吃东西啊 那服务员会常常过来 帮你收东西 对不对 感觉好像很有礼貌啦 但是其实 有可能他是 要增加患烛率 叫你赶快走 我的胃 早就已经撑到不行了 好痛苦 感觉 就像是别的世界发生的事一样 那我自言自言的同时 我从身旁的女性口中 听到了一模一样的话 是真凡 我怎么觉得伦太郎跟他有一些 某些相似之处 为什么国中生会在这里 那一瞬间有这个想法 但我马上就注意到 那对人是比无定真凡啊 他的穿着 就跟上演讲台式一模一样 还穿着白大褂 在这种地方穿着白大褂 跟以前的我一样的 以前 轮太郎走到哪边都会穿白大褂 不管任何场合 烤肉也是穿白大褂 很明显的 只有别无定真凡 他一个人与众不同 要说出为什么的话 那就是因为 他还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 就像以前的自己呢 这种感觉很奇妙 本来有打算带来 但是忘了带了 所以才像这样子 坐在这个角落啊 可是还好吧 反正这些研究员 穿这个处理在这里 我觉得是蛮正常的 我变得好有礼貌啊 我亲手递了被锦奇教授 丁鼠才特意改制的名片给他 而他也存活了一点名片中 随意抽出一张放在我手上 很奇怪嘛 真凡 是念马后嘛 对不对 注音字体印刷特别大 念错人现在太多了 充神嘛 澄省嘛 菲御岩 所以你只是移民过去 有點尷尬 對話就停在了這裡 基本上來說呢 我是個很不善於說話的人 以前的我是不會顧慮對方的想法的 迪雷不休的說的中二病全開的妄言妄語 但他並不代表算是對話成立 我完全不知道該 該和幾乎可以說是初次見面的人說些什麼才好 也沒有辦法說出一些有趣的話 雖然我為了成為一個很認真正常人做了一些功課 但是買男性雜誌之類的慢慢學習著 但完全沒派上用場 所以現在的這個穿著的打扮 也是從雜誌上面學來的 就在這麼毫無話題的情況下 我將視線放在了雷茲經歷教授那裡 現在教授正跟許多學者在一起 看起來似乎現在討論有關神經緣的一題 我應該覺得我幫他出了一口惡氣吧 你看看他真的一肚子活 我只是覺得他頭髮超厚欸 他頭髮怎麼可以這麼多啊 對啊 實際上到底要怎麼寫回腦中啊 對你的腦施以電流嗎 不同頻段還是震動的電流嗎 要怎麼寫回去啊 記憶都沒有想到記憶都沒有想到 那就是記憶喪失的腦都一樣 聽到比無定真煩的話 我想起來啦 統一期待製作時空跳躍基石 對我所說的各種講解還有推論 那時候有說過嘛 有時候訊息太龐大 甚至有可能會破壞掉倫太郎 在時空跳躍的時候的腦細胞 只要出現一次破壞 那這樣子情況就會很嚴重 因為說明那個人會變智障 欸 等 合夜 確實在 人間要在記憶中的記憶中的 對 是 最重要的記憶中的記憶寫信號 那時候 在他之後 我一一回想紅一期的理論 而且說得十分忘我 他這樣能夠有點崇拜我 我這樣可以說出這些理論 在我說出印象朦朧的專業術語之後 比無定真煩就會幫我補充術語的含義 我直接在幫他解決問題欸 因為我們實際上經歷過這個研發階段嗎 我直接在幫他解決問題欸 因為我們實際上經歷過這個研發階段嗎 他很驚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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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麗希是他的後輩喔 我該說嘛 可以在這邊說出自己與紅怡希之間的關係嗎 我和這個世界線上的紅怡希 结果没有任何交集啊 我下定决心了 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 我必须得有所行动才行 木赖红利七 我的助手 当然是假的 木赖红利七的关系亲密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这个世界线发生的 而是阿发世界中发生的事 但是 只杀这点谎言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吧 我们当然都知道在本传里面 最后真结局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但是 我那时候也说过了嘛 我觉得 现在这个命运十字门灵的这个 beta世界线 是一个最悲惨的世界线 我们所做的努力 是为了给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 有一个救赎的机会 所以这样想起来 其实我心里就是一直会抱持的一个 还蛮难过的心情啊 就知道自己不会被拯救 被拯救的是另一个人 虽然也是自己啊 可是自己势必要成为牺牲的 牺牲掉的那一个 就觉得 虽然很痛苦 可是咬着牙也要继续下去 也要努力下去 我被他脱口而出 那句话吓了一跳 因为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会这样回复我 fum 夜病梵梵 消息 很关心红曳器耶 我不是返势的 口令梵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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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 意思是 那是今个人 oczywiście 谁真的没有贏 就被你赢了 好可怕 哭了 總之,我先急急忙忙的給他拿出的手帕 他看起來似乎對自己不知為何流下的眼淚感到相當困惑 不如說,我也非常的困惑 剛才的對話中,我可不可以踩到他在心中的某個痛點吧 雷斯晶涅教授 所以他會講日語嘛 我轉過身後 似乎雷斯晶涅教授 正滿念笑容的,抄我這個方向邁向步伐 我常常會把他講成雷金思念 他是雷斯晶涅 教授氣勢洶洶的,抓住了我的手 十分強硬的跟我握手 而且他的手就跟熊一樣大 不對,不只有手很大 站在我面前的教授 身材看起來比在演講室還要來得更龐大 我雖然也算是身高蠻高的人了 但是我想,他大概高了我一個額頭吧 這個教授了,死心圖怎麼這麼逼近啊 話說回來,對啊他剛講日語啊 但是,我沒有看過我的女生 那,阿彩,這是... 說起來這個雷斯晶涅應該也算是紅利七的... 教授吧 哇,這種感覺 認識了自己 心中那麼重要的那個人 以前他所帶的研究所說 認識的那群人 他所帶的那個團隊 大家提到他 KR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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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BE KR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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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反向教授,介紹了我 他露出十分溫柔的表情 然後幫我涌入懷中 被巨人巨人的抱住無法動腾 快讓我自喜了 反正他被取錯好了 你就叫他巨人吧 我也不知不覺理解了 這個擁抱表達了對紅利奇的哀悼之意 所以你們 喔 突然懂了什麼 我不想要眼睛放棄這個機會 拜託讓我幫忙啊 我希望這個教授是可以信任的 因為說真的我們 我們真的就沒有什麼力量沒有什麼人了 然後最重要的天才已經離我們而去了 所以我希望 以前他的這個 夥伴 團隊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來對抗接下來 會遇到的難題 接下來阻止三戰的發生 教授被其他研究者叫走 離開了我們身邊 很煩 用似乎在說不可置信的表情到了腰頭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他有兩個人格喔兩個記憶 誒說起來將來科技科技如果發展到一個階段 就說他們呢 他們這種人工智能的技術好了 可以把全人類的記憶 讓他生活在 保存在 一個雲端科技裡 然後如果又有一個勇動機可以支持這個科技的話 近乎勇動機的裝置啦 可以支持他的話 全體人類的肉體 都可以滅亡了 不用我們就活在那個機器裡面啦 我們就獲得永生了 這也是一種 人類補完計劃吧 這句話究竟到底有何種含義 我從至今為止 比無定徵凡 和雷斯經歷教授的對話中思索著 在得出那個答案時 我一心臟 便開始噗通的激烈跳了起來 對啊我們都知道 另一個人是誰 該不會 是他 是嗎 對 阿摩德烏斯的中 是他來到日本之前耶 是他在美國那個時候的記憶 ATF的派對後 過了幾天 11月28日 從池袋出發 坐機型電車 大約10分鐘左右 從其餘縣一個叫做 和光市的車站 再轉乘巴士10分鐘 獨立行政法人 理化學研究所附近有一棟大樓 我這次要造訪的就是位在二樓的辦公室 啊他們在這邊 他有辦公室喔 世界腦科學綜合研究機構 日本 辦公準備室 欸 這 台灣有沒有像這樣子這麼 這麼猛這種 一看就覺得牌子不明絕利的這種辦公室存在啊 我是不是有時候要沒事闖進去別人那些辦公道我去看一下 他那個一樓上面的看板鞋每一個層樓都是做什麼的 仔細看一下說明會發現幾個 除了使用三種特殊的鑰匙之外 還得再使用門禁卡才可以進入其中 這邊是新的即將要進行的機構喔 所以我們從本來的未來工具研究所 跳到一個這麼正式的跨國的腦科學研究機構了 看倫太郎整個翻身了 禮物定針繁走在前面為我帶路 並向我進行的說明 雖然說是事務所 欸等一下有新的訊息 誰啊 現在前面都是別人 喔 飛伊利斯 終於來到秋葉原了喵 夢幻的救援團 我完全不想打字啊 直接傳訊息給他 然後還有那個欸 他叫什麼刮太郎還是什麼東西的 我忘記這個青蛙叫什麼名字了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貓里很喜歡的 回一個青蛙吧 蛤 乾倫啊 你該不會 這樣啊 原來你已經知道了喵 那麼你應該知道已經無法回頭了 他現在還是用這種 這麼入戲的方式跟輪太郎講話 剛不有辦法回應嗎 我跟他電波已經對不上了吧 超敷衍的 既然這樣 貝利斯就不再說什麼了喵 讓我們一起贏得勝利吧喵 這個對話到底是怎麼繼續下去啊 可是我覺得 貝利斯他還是一個正常人啦 他工作什麼也都很認真 但是我覺得如果在現實生活中 你有一個朋友是像這樣子的人 然後又樂在其中 其實也不錯啊對不對 會讓你有時候覺得 還 蠻 蠻有意思的 蠻有趣的 不會一直整天都在煩惱 現實生活中那些 困難那些討厭的事情 我可以隨意打電話嗎 好像不行 我有真煩的電話了 雖然說是事務所 大概才剛才沉出沒多久吧 還在這裡的辦公桌 看起來幾乎都是沒有人使用過的空位 這裡連白板都沒有 更添了幾分 毫無風趣的感覺 所以我要把達魯跟 瑪莉也叫過來嗎 菲莉絲他們全部都叫過來 不知道辦公室的位置 是不是向北 彩光非常的差 咦 話說阿彌陵雨現在在哪裡啊 可不可以跟他爸在一起吧 還在那個未來工具研究所 屏光燈那枯燥無趣的燈光 讓室內感覺非常的死氣沉沉 有兩個位置上放了一些資料 營養食品 營養食品 另外一個整理的錦然有趣的辦公桌 是教授的 休假啦 你也 你也嗎 對 如果這樣的話 你也沒辦法睡覺 剛剛去荷光市車站前的飯店接他 出來的時候還是一點睡意 測試員 我知道測試什麼 問他問題嗎 可是我對八個月前 八個月之前的紅毅7 又不了解 我跟他有什麼話題可以聊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想要個人湯匙對不對 我可以問他這些很 私密的問題 應該可以回答我 簡單來說 他們想要採取 阿瑪迪斯的對話樣本資料 所以好像會提供可以讓我24小時 隨時跟阿瑪迪斯對話的環境給我 這麼好喔 更詳細的內容還沒有像我說明 但是 24小時都可以跟 紅毅7對話嗎 阿瑪迪斯對話嗎 好像不錯阿 24小時 真反點了頭回音之後 臭這嘟了一眼 真反的感覺還是蠻敏銳的 他不是那種光研究然後 面對人際關係對 日常生活處事都一竅不通的人 我的沉默 說不定成為了默認 誰要傳訊息來啊 我猜是 Miley 不是喔 劉花子 今天可以接點時間說話嗎 今天不行 等一下跟人有約 他不是跟女生 你怎麼會這樣想阿 可是 這樣的人就 絕對是那樣 這代表說 倫太郎在 他們的 現在的感覺 印象裡面已經變成了一個現衝了 不像之前那個 那個瘋瘋癲癲的樣子 所以才會覺得說出去是跟女生 真困擾 那他是個男的 是這樣阿 沒錯 怎麼在耍什麼梗啦 沒錯 我就不打擾了 其實都懂啦 比你之前都懂 對我這樣的態度 他罕見露出遲疑的樣子 所以 遇到 遇到的 在幹嘛 他怕我對他說情話還是什麼的嗎 為什麼啊 喔 稍微可以理解這種感覺啦 這種感覺其實 就像 你要去觀落音之類的 雖然說你真的很想見到對方 但是 真的要這麼做嗎 對方已經不存在這個世界上了 你真的要 再跟他講個話嗎 如果跟你所想的不一樣怎麼辦 對不對 還有這問題很大喔 這個阿瑪迪斯系統 解決了 我已經沒有說了 三月更新的 三月更新的 哇那這樣子 會變這樣嗎 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啊 每次 每一次都有新的 有不同的記憶 也就是說 叫我不要把現實跟虛擬混淆在一起嗎 而且他不是說還有比無定真凡的記憶嗎 他是 就那一台機器然後同時用這兩個人格嗎 這樣子我也不能跟他講情話對不對 因為比無定真凡也在那裡啊 他也聽到了 尚未共有的記憶分歧 這種感覺 我可是清楚到令人厭煩的程度 就是不同世界線的那些記憶啊 沒錯就是魔言 那是只有我一個人擁有 能夠產生自己跟他人之間的記憶分歧的能力 會有帶路吧 可是 唉很可惜喔 因為他是在3月之前在我們相遇之前 不然如果是還有一些相遇之後 就是比如說虹一七來到日本 還在持續傳遞他自己的訊息回去給研究所 來進行這個阿瑪迪斯的更新的話 那現在我們要去見阿瑪迪斯 就可能會擁有在日本跟 Lubberman在一起的這些 不同世界線的一點點記憶了 這樣我還跟他有點話題 結果現在是一個全新的人格 我跟他走向了房間耶 在他前方 有著被厚重的隔牆 劃分開來的隔間 要進入到隔間 要使用門禁卡以及密碼 跟鋼禁準備事實不同 有著被厚重的隔間 產業間諜阿 社交工程 請坐